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行字几下都有一行小字 与原天书正文字体不同 像是后人加进去的 古中央无古矣 无形无影 无逆无尾 储碑不动 手镜不摔 古矣之城不见其形 这是一篇修行之法绝非的本经 他非常惊讶 这是武神之术 也就是修炼道工的心法 是养命之秘 叶凡初步走上修行道路时 吴清风老人就对他说过 踏出彼岸 很多人是为了命之长久 后来他了解到 修道工 养武尊神奇 是严命的秘法 也是修行道理的根本 这分明是养命之术 叶凡自语 树叶的经书记载很笼统 不过增寿元足矣 他越开越是吃惊 独霸树叶他竟有些不可自拔 这真的是道工秘境的修行心法 不过并不全 似是高度概括于总结 但非常深奥 修行下去应该会有不凡的成就 这是什么选法 深奥程度 一看就知是无上秘籍 突然他脑中生起一个朦胧想法 这会不会是姚池的残缺心法呢 他觉得有一定的可能 当年姚池圣女乃是原天师张林的红颜知己 得知其在晚年失踪后 不顾自身生死 进入魔山寻他 可想而知 两人关系的不一般 或许 真是这样 姚池圣女给他部分心法 让他养命 增加寿缘 银色的天书果是秘宝 叶凡将其收入体内 竟与金色道经纸张并立 同时沉浮 一金一银 闪烁金属光泽 分外的惹眼 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坑 将张继夜的尸骨埋了进去 给他立了一块碑 深深地拘了一勾 你再残惜吧 空旷的大殿什么也没有 叶凡搜索了半赏 意味发现击到武器中 看来 大地的武器不是那么好得到的 说不定留在这里镇压着什么东西 他摇了摇头 放弃了寻找 现在他已经得到 别无所求 是时候回去了 可是一旦离开大殿 恐怕又会遭遇那些太古生物 回头路已被截断 怎么办啊 叶凡皱起眉头 紫山绝不是善地 长时间待下去 谁也难以料到会发生什么 连强大的东荒神王都被困在这里 四千年 即将化成尘埃 他若找不到出路 肯定坚持不了几年 叶凡既出顶 让其悬在头上 垂下丝丝玄黄木器 护住肉身 而后伸一脚浅一脚的 向大殿外走去 可是 刚刚走出去不远 刺耳的叫声便响起了 其八头太古生物同时出现 长相猙獰 个不相同 向他包丑而来 有的像鸟 有的似饿 还有几头仿若人类 嘶吼声 让一座座骨矿都摇动了起来 那头六臂生物都不算是最强者了 还有比它更恐怖的存在 大步追来 将虚空都踏得塌陷了下去 它一步迈出 十方街洞 似是一个帝王 那个生物像极了人类男子 只不过是三头六臂而已 身上穿有甲咒 一头紫发舞动起来 居然割裂了虚空 这不是局势神渊中的生物 怎么就已经如此强大 叶凡心中震撼 这样的存在 根本无法 估量到底有多么恐怖 恐怕到了人世间 少有人族强者可以压制 他没有犹豫 冲入顶中倒飞而去 一声冰寒刺骨的冷哼传来 那个紫发男子 如天神将士 落在大殿外 毛子深邃如海洋 射人心魔 三头九臂 启动爆发出让人窒息的波动 周围的骨框无声地崩塌 其他几个太古生物 皆战战兢兢 倒退而去 甚至有几头 直接跪拜了下去 毫无疑问 紫发男子肯定是 太古生物中的上位者 他周围的虚空都裂开了 九只大手探入大殿中 如不动冥王宝像成现 禁估一切 叶凡感觉 自己的顶在倒退 对方居然将要把他摄取出去 那种恐怖威压 让他感觉魂魄都要崩散了 他在顶中大叫 道经心法运转 九密展出 身体震动 如一尊战神 周身神力澎湃 阻挡万物母气顶倒退 当的一声 悠悠钟声响起 那个三头九臂的紫发男子 发出一声闷哼 不甘地向大殿中望了一眼 而后一步踏出 眨眼消失 让人心悸的可怕波动 如潮水般退走 其他几头太古生物 也眨眼消失了个干净 叶凡心中凌然 那个紫发男子太恐怖了 神威精士 若是放出去的话 肯定会惹出无边的祸乱 三头九臂 怎么感觉和一些神奇很像 他心中生出这样的念头 不过 眼下容不得多想 想办法逃生最要紧 这钟声 这大殿 叶凡吃惊地发现 整座大殿很有可能就是昔日的那口大钟 也就是十几万年那位大地的极道武器 太庞大了 怎么才能收起 叶凡试了试 如皮肤汗术 这里绝对不有最强大的禁止 大帝虽然不在了 但这口大钟依然威力绝伦 好像有莫大的神力 你怎么乱走 忽然 神王江太虚的声音传来 依然虚弱的要命 前辈你无恙 真是太好了 叶凡听到他的传疑 心中一喜 他们 一想 你 无法离开了 江太虚的神念 比以前更加微弱了 不过 他能在紫山中寻到叶凡 也说明了神王的恐怖 前辈 我们联手一定能够冲出去 我这里有神权 可祝你恢复神力 如果你早来十年 或许我还有一些希望 江神王断断续续 言称他已有紧登窟 没有办法脱离被困之地 叶凡纵然给他摘来 圣国也无用 因为他拿不到手 同时叶凡得到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即便没有太古生物 一旦进入紫山 也几乎不可能离去 此乃绝地 十几万年前的大地 手段逆天 令这里自成一计 只能紧不能出 江泰虚非常虚弱地说道 叶凡瞬间明了了他的心思 这种无上秘术普天之下 唯有他知晓 不是江家的古经 他想找个人传下去 了却一桩心愿 千伯 你放心 我若脱困 一定会通知江家来救你 不可 江泰虚很急促 我即将救灭 不需人来送死 此地 不要告诉他们 这里 到底是怎样一个地方 可是呢 江泰虚说完那些话后 便再也没有声息了 此地 迷雾重重 太古的生物 入主九条龙脉 护卫紫山 每道龙脉 都有绝世神源 紫山在太古前 是怎样的一个所在 十几万年前的大地 属于后来者 他在此做了什么呢 叶凡叹了一口气 恐怕要明了这一切 唯有将彻底雾透 方能知晓了 来路被断绝 不能向外走 也凡咬牙 向紫山深处行去 刚刚脱离大殿不久 他就感应到了 魔性召唤的力量 他险些 离地而起 直接飘过去 怪不得 连神王困死于此 这种魔性 叶凡身体颤动 完全不由自主 灵魂都欲离体而去 可以想见 当年一代神王 君临东荒 傲骨天生 肯定要探个究竟 结果不敌 是九块神源中的生物吗 叶凡受不了 这种力量的召唤 他向后退来 这时他忽然惊讶地发现 一里地之外 有一本巨大的石书 是的 前方非常开阔 可以一眼望过去 一本石书立在地上 长达十几米 厚 亦有一两米 他身上有一件器物 发出炫目的光芒 正是那块玉佩 从陈大胡子手里 得到的地狱 然后再次让我使用 我们下半个石书就在碗栏